詞曲 李宗盛 講開又講了 我覺得擦鞋不僅是一個成功之道 還是生活的藝術 如果是上司和下屬 有一個良好的關係 就真的需要擦一下鞋才行 這樣也不是一定的 如果你說擦鞋而已 不擦就不行 你試試跟老闆說 老闆,我來見工 我只會擦鞋而已 這樣行不行? 不行的 如果你不擦鞋 就算你有本領 他們也未必會發掘到你的優點 所以這麼多人覺得自己懷財不如 也是有原因的 我們這個叫妙論廣場 我們讓觀眾幫我們彼此 將一些論點帶出來,好嗎 好,既然我們正方贏了 不如先給你們機會 謝謝你,很有風度 好,我們這些朋友 誰想立論,根據正話的情況 這位 剛才說的,如果上司和下屬沒有擦鞋的關係 但如果下屬每個人都這樣做 都會擦鞋的話 所有公司的桌面上 不是文具,不是文件 夜晚都是鞋子、鞋子和抹鞋子的排布 擦鞋並不是代表無料 擦鞋,如果你擦鞋 可以令自己更容易成功 擦鞋的不一定是無料的 沒錯,拍手 謝謝 這位朋友提起身,請你 如果你沒有真材實料 你擦鞋也沒用的 兩個人同樣有這麼多材料 但他如果懂得擦鞋 我相信他得到上司的賞識 是比另一個更多 他成功比另一個更快 這裡有朋友說… 沒錯,厲害 這裡有朋友想說 補充一句,你相信而已 是否是可以 你相信我,我說你不是 絕對是 如果果然有料 他為何不發展自己的材料 跑去擦鞋子 他有料,更有料 一直更加厲害 為何可以拿上司 更加會自己發展 為何要擦鞋子 就是說你有料擦鞋子 還有擦鞋並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擦鞋擦得好是一種藝術 正所謂擦鞋擦得好 實為有實際 數字很耐用的,想想吧 好… 有你的觀賞嗎 不確定人們都喜歡買這種保險 未必每個人都會受落擦鞋子 可能是炸彈,不是保險 不是,一句好聽的話 怎會不受呢 對,沒錯 是好,好嘛 好得你年輕擦鞋 是為抽萬年這麼多年 為抽萬年豈不是好 是… 不懂擦鞋子 被瘋子殺了那些又怎麼算 好… 先走一會兒 不是,擦鞋子 你會被人叫你擦鞋子的 你喜不喜歡,開不開心 如果你擦得有技術 就會不會被人叫擦鞋子的 沒錯,不是擦鞋子,擦鞋師傅 擦鞋子不要緊,最緊要成功,對嗎 好… 真正的東西是要有真材實料的 不是靠誇考的東西,不是靠刷鞋子 你說要有真材實料 這樣一件好的東西都要人推銷的 所以為甚麼這麼多銷售 走去推銷的東西 都是要利用擦鞋的技巧 是,擦鞋是一種包裝和技巧 對 銷售不是每個人擦鞋子的 我想,是否這麼說 那倒不是 我可以補充一句 剛才楊先生所說的 就是一個好的銷售 只不過是加重那件物品 就是說那件物品 是有真正好的物品 那個消費者才會去買 一件好的東西 如果你不勇敢去給別人欣賞 那又怎麽會被人知道他的好的東西呢 好的東西 被人知道好的東西 就是說要將那個東西推銷給別人 推銷 我想,政方將擦鞋這個意思歪曲了 其實他只是 他將那個事實說出來 變為擦鞋的擦鞋 是用來與人 即是 怎樣 擦鞋並不是與人 擦鞋是希望促進大家的感情 好了,如果實際 說到推銷來說 如果同一件商品 我和你一起去推銷 而我會去擦鞋 讚別人才再推銷 我想我的成功機會是比你更大 我想問問你 擦鞋這個名詞 不是用來讚你自己的嗎 應該是一個動詞 不是一個名詞 不太明白 你可否說清楚一點 動詞 有多精靜 我曾經說,擦鞋可以說是一種學問 甚至乎你擦得多 甚至可以自己出書 告訴別人怎樣擦鞋 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一直做才知道 說到底擦鞋也是一個成功之道 是嗎 沒錯 我明白 如果剛才擦鞋是好的 擦成功之道 小則可以輕家,大則可以輕國 是你的論點吧 我明白 應該有很多東西很反對 如果擦鞋那麼值得提 那麼有道德的話 剛才評判給我們的意見 我們很接受 但剛才有沒有聽到評判第一句說 我不是擦鞋 為何要強調這句呢 他已經認為擦鞋是否正確 請各位想想 如果歐運、亞運 難道成功拿了金牌的運動員 全部都是擦鞋擦回來的 不,因為那些體育的東西 哪有得擦鞋 如果是鬥快擦鞋 他們會贏 我想如果你參加奧運 你的國家參加運 你只有一面金牌 而其他很多金牌 就是我們拿的 如果整個運動會 都是鬥快擦鞋 或者擦鞋擦得漂亮 甚麼運動都沒有 那你們還有甚麼獎牌要拿 擦鞋是把一隻本身已經漂亮的鞋擦得更加漂亮 對 對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無論你是蹲下身也好 蹲下頭也好 只要你成功就是成功 是 但我想有一件事很清楚 我們這一方的立論是說 你蹲下頭或者做狗 那你已經是失敗了 如何成功 那你的意思是否就是 一二於都是認為擦鞋沒有尊嚴 擦鞋當然沒有尊嚴 是吧 擦鞋的人正所謂就是 應該怎麼說 可能就是一人之上 萬人之下 完全沒有原則 那倒不是 我認為當你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話 那你就有尊嚴了 評判說是 我們看看評判的分數來決定 好啊 麻煩 先看看 哇 不錯 分數 夠了 就這麼多 看看扶方吧 反方的朋友的分數 就這麼多 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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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我相信你們大家已經看到 結果已經得出來了 就是由反方得到團體獎 算你們了 那你們每一位 都可以得到的獎就是 青龍水上樂園送出的游泳套票 平和堂鐘標送出的文具套裝 洗衣粉兩盒,花粉一盒 很厲害 不過呢 輸了這一組的每一位成員 不要氣餒或者不要失望 大家都有一份很精美的禮品 那現在到最緊張的時刻了 因為我們要宣佈 個人大獎的時候了 好,我們請同事,胡英文 麻煩你把幾個獎項的結果 交給我手中,好嗎 麻煩你 麻煩… 好,首先我是宣佈 最具勇氣獎 差不多知道了 這位朋友可以獲得 一個很名貴的女裝手袋 她就是… 29號的朋友 恭喜… 恭喜… 太大壓力了… 勇氣獎的原因 首先她發言很多 發言很多 發言很多就不是說 一定是有很多勇氣 而最好的地方 她是大部分 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她就發言了 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都發言了 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發言 勇氣都還不是那麼好 最好的地方 在於她的大部分發言 我都抓不到她說甚麼 主要地方就是 她的勇氣比她的語言組織還要快 勇氣很澎湃 我自己就很喜歡 這位觀眾的勇氣方面的表現 慈豐大獎的獎品呢 是Signals的男裝手錶 價值2900元 她得獎的人是… 3號 恭喜你 各位 得獎的人是… 好,接下來 可以說大獎中的大獎 就是最佳表現大獎 獲得的就是… 快說說獎品吧,好嗎 獎品就是價值6190元的 星馬泰九天豪華團 這位朋友的得主就是… 快點宣布吧 你說吧 最佳表現大獎的是… 4號 謝謝… 恭喜… 恭喜… 這麼多位得獎的朋友 是呀 還有很感謝你們來參加 是呀 Joe 由於今晚的辯論呢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 即是結論 就是… 凡是辯論呢 有時不是真的一定需要真理的 最重要是有得爭論 有得說,對嗎 所以呢 所以每一位的交情觀眾 如果是想上來我們… 妙論廣場爭論的話 快點填桌香港電視的參加表格 給我們就可以了 是呀 希望你們踴躍參加 那我們下個星期六見吧 …